今天講的這個方程式呢 是我自己想出來要給我學生們試試看的 那我主要的想法是呢 左邊這個是一個有理函數 那右邊是一個根號函數嘛 就是根號x 那這個其實解的過程呢 我們會用的很多種技巧 所以呢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然啦 趕快暫停一下影片 先試試看 然後再看解答喔 好了齁 首先跟你講一下 只有兩個解 只有兩個解 如果你拿到三個的話 其中一個是不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我把它乘過來 所以就是1等於根號x 乘以2-x 好 接下來呢我想把這個根號x弄掉 所以就是左右邊的平方 好 這個就是等於1 那這個根號x的平方就是x 然後它平方呢把它展開 我們拿到它平方嘛 減掉兩倍的它跟它就是4x 然後再加上它平方 然後再把這個x乘進去 然後再把1弄過來 大家看喔 它乘它是x的三次方 它乘它是-4x平方 然後再加4x 然後把1放過來這邊 然後等於0 所以變成了一個一元三次方乘式 滿厲害的齁 那現在你可以去試試看用公式解 沒有啦 不用 相信很多人都一開始的時候看到了 x等於1呢是一個解 因為左邊會拿到1 右邊會拿到1 所以呢 當我們知道x是一個解的時候呢 我可以把它寫下 x equals1 一個根一個解 好 就這樣子 那就代表說我們可以把它英式分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做一下綜合除法 那綜合除法呢 我這樣寫給你們看 來這樣的話 把所有的係數呢都寫下來 1-4-4-1 那因为我们知道x等于1是一个解 那我们把这个1呢放过来这边 那就开始咯 先把这个1放下来 然后呢这个1乘以这个1放过来 等于1 那综合出法呢是相加的 所以我们拿到-3 然后接下来重复同样的动作 这是-3 相加 1 然后它乘它等于1 到最后呢 如果你是知道这个是一个解的话 最后这个余数一定会是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把它因四分解成 x-1 因为可以把这个1堵到旁边去嘛 那接下来这个呢是变成一个2次4 a quadratic 因为呢原本是三次方 然后现在出一个x的一次方 所以这个是x的二次方 x平方然后减3x加1 好的然后呢当然了 等于0 所以从这边看的话 我们当然知道x等于1 那从这边看的话呢 我们有x平方减3x加1等于0 那这边呢 我们用一下公式解 所以x等于负的b就是负3 然后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它们两个都是1 然后到最后呢 除以2乘以a 好那赶快把它算一下的话 x等于正3 然后加减根号 这个是正9减4 所以这里面是5 然后最后呢分母是2 所以我们看到了 1 2 3 三个解 但是我刚刚说了 其实只有两个解而已哦 那请问 我们要把哪一个解丢掉 当然不可能是1啊 所以请问是丢正的还是丢掉负的 一般人就会喜欢说丢掉负的嘛 但是这边要声明一下 如果你做3加根号5除以2 这个肯定是正的 但是呢 如果你做3减根号5除以2 根号5其实就是2点多而已 比它小 所以3减它呢一定是正的 然后除以2还是正的 所以它呢也会是正的 嗯 所以不是因为它是负的 然后不可以放到这里面来 所以就要把它丢掉 因为它也是正的 它们两个人呢 都可以去掉这个根号的x里面 所以现在怎么办 对我在看着你也在看着我知道 好 我说要把这个丢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可以把它丢进去没有错 但是呢 我们这个的结果呢 不可以是负的哦 因为左边这边呢 我们下面有2减x 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 如果把它放到这边来 我们这边写一下 note 1除以2减 这个是3加根号5除以2 来讲一下 这个是2点多嘛 然后3加2点多就是5点多 那5点多除以2 它呢一定会大于2 这个其实是大于2 那现在分母是2减掉一个东西大于2的 所以分母一定会是负的 那总全部呢 也会是负的 所以这个是负的 那根号任何数字呢 结果不可能是负的 所以这个呢 要把它去掉 好 去掉 so 最后我就把答案写下就好了 answer x呢 等于1 另外一个答案呢 是这个 你把它放进去 因为它小于2 你可以试试看 它也是OK的 所以两个答案 然后3减 更好5除以2 好了 就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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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我们和大家看